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锈屋之前前片和后片是连在一起圈支的 先用灰色的线起200帧 圈支十行 起伏针 起伏针就是一行上针一行下针 我们看一下起伏针的图简 先支一行上针 再支下针 再支上针 再支下针 这样反复支五次 一共十行 黑色的起伏针十行支好之后 再换红色的线 往上平支 全部支平针 不加不减 一共支大概72行 提示二行支到这里 到下一行的时候 均匀减38针 大概每隔四五针减一针 减针用并针的方法 就是两针并一针 两针并为一针支下针 减针行支完 这里一圈还剩162针 再向一行分锈窝 分锈窝的方法就是 两边平收十针 左边平收十针 右边也平收十针 这个十针是前后片一共十针 下面我们示范一下锈窝平收的方法 比如这个绿色小锁的地方 就是每一圈的起始和结束的地方 这个粉色的小锁就是另外一侧 侧缝的位置 现在我们支到这里 支到这里 离那边一个侧缝还剩五针的时候 我们开始平收 先支两针下针 把前面一针 拨过后面一针 这样就是平收了一针 再支一针下针 再用左方针 把前面一针 拨过后面一针 这样就是平收了两针 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共平收十针 这里十针全部平收完之后 我们再支后片的七十一针下针 平收完右方针上 还有一针也是属于七十一针里面的 我们再支七十针 七十一针 支完之后 最后还剩五针 我们再开始平收 先支两针下针 然后用左方针 挑前面一针 拨过后面一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这边再收十针 我们再继续 这边十针也收完之后 我们现在前片和后片 各使71针 把前片和后片分片支 现在我们把前片和后片的帧数 分别移到两根棒针上面 现在我们把前片和后片的帧数 移到两根针上面了 现在我们开始织前片的花样 我们按照图解来织 这个花样一共是三条麻花 左边一条 右边一条 中间一条 这个麻花是珊瑚麻花辫子的那种花样 这个麻花花样呢 它是片质的 所以我们看图解的时候 单数行 13579 就是从右往左看 双数行 24680 我们应该从左往右看 而且呢 符号也要和图解上相反 因为我们是在反面织的 双数行是正面看到的情况 我们织的时候 要和图解上双数行 相反的来织 我们织任何衣服的时候 要先弄明白 花样是片织还是圈织的 再按照正确的方法看图解 麻花一共占了9针 从这里到这里一共9针 每两行扭一次麻花 每次都是在正面扭麻花 先往左边扭 再往右边扭 麻花 这样左右错开扭 就形成了麻花辫子 我们按照这个图解 织一个花样的循环 从图解第一行开始 右边先织三针下针 刚才平收之后 右帮针上还有一针 这个就当一针下针已经织好了 我们再织两针下针 接下来以上针 三下针 下面六针 只图上这个左上三针交叉针 先把左边三针移到麻花针上面 移到麻花针上面之后 把这三针放在后面 左上的意思就是 左边三针在前面 在上面 所以我们要先织左边的三针 接着再织麻花针上的三针 全部织下针 麻花针织完 接下来以上针 图解里面空白的表示上针 一条竖线表示下针 三下针 十上针 三下针 三下针 以上针 三下针 接下针 接下来我们织这一个麻花 这个麻花也是 左上三针交叉针 我们每一行的三个麻花 都是方向一样的 方法和刚才一样 先把左边棒针上的三针 移到麻花针上面 放在后面 先织左边棒针上的三针 再织麻花针上的三针 再织麻花针上的三针 麻花针织完 接下来 一上针 三下针 三下针 十上针 三下针 一上针 三下针 一上针 三下针 接下来我们扭这一行的第三个麻花 方法和前两次一样的 麻花扭完 接下来一上针 三下针 第一行就织完了 接下来我们把织片翻面 再反面 织第二行 第二行我们从左往右看图简 先织三针上针 每一行的第一针 都是要织的 一下针 都要和图简上的符号相反 然后九针上针 一下针 三上针 每一针 每一针都是和图简上面相反的 看 第二行织完 我们到正面织第三行 第三行开始 我们织往右扭的麻花 这个麻花是 右上三针 交叉针 第三行 右边开始 先织三下针 以上针 下面六针 开始扭麻花 右上三针交叉针 就是右边三针 下针在上边 我们把右边的三针 移到麻花针上面 放在织物的前面 然后我们先织前面 左边磅针上的三针 接下来再织麻花针上的三针 麻花针完 接下来三下针 以上针 针 十针上针 三下针 以上针 下面之第三行第二个麻花 先把右边三针 移到麻花针上面 放在织物的前面 织左边磅针上的三针 下针 再织麻花针上的三针 下针 麻花针 麻花针 织完 接下来三下针 以上针 三下针 再织麻花针 三下针 再织麻花针 接下来织麻花 接下来开始织第三个麻花 第三个麻花和前两次都是一样的 前两次都是一样的 都是往右扭的麻花 都是往右扭的麻花 第三行织完 第三行织完 第四行 板面 我们可以不用看图解质了 我们看见 织物上是上针 就织上针 织物上面是下针 我们就织下针 第四行织完 一个花形的循环就织好了 接下来我们在第五行 又开始扭左边的麻花 方法和第一行是一样的 我就不为大家演示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 挖领 下面再教一下挖领的方法 前片上边的编织顺序 我画了一个草图 知道挖领的地方 就要来回织 知道挖领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先织 这边肩部的部分 然后 左边剩下的帧数 用别的线穿起来 等会再织 等这边织好之后 然后我们再加入一根新的线 从这里加入一根新的线 再织 这边的 就按照这个顺序挖领 领的剪针都是在正面剪针 都是沿着这个弧形 剪针的 下面我们开始挖领 比如我们从这里到这里 一共织40行 我们织好了 第41行 我们先织21帧下帧 就是从这里到这里的帧数 一共21帧 我们每次吃正面的时候 不要忘了扭麻花 右边先织21帧 织完之后 左边帮帧上还剩50帧 我们用别的毛线 穿好缝一针 然后把这50帧 用线穿起来 穿好之后 镜头打个结 我们积起来 等会儿再煮 好 好 好